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陈老伯 请你上台来 我 陈老伯 快去吧 来来来 陈大伯 快点 你们就上去 上去 快上去 书记请您上去呢 廖书记 我 我父亲真是个老革命啊 当然是了 就是一位老红俊 陈大伯 您要是不愿意就让给我呗 让我也占一下红军后代的官呗 陈老伯 你看看这是什么 这是我从守门使馆找到的 您父亲陈德仙同志 生前的战斗日记 他也是我们明北革命的建政 今天我代表中共政和县委 将他交换给您 由您来保管 陈老伯 这位荣光不仅仅属于你们家族 也属于我们二十三万政和人民 您父亲他是为政和流过血 撒谎喊他老红军 我提八道老人家 请到烈士陵园 等您百年之后 就由我们郑和政府来替您守护 也是让更多的子孙后代 记住他们 了解他们 让革命先辈的故事 能传播得更广更远 您看好吗 廖书记 你怎么说 我怎么做 签坟的事 听你的 陈老伯 我代表政和县委 县政府 感谢你 谢谢 陈大伯 小妹 陈大伯 这是我连夜 给你赶制的新衣裳 你快换上它 一会儿咱们就去陵园了 小妹 你太有心了 今天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你换上了它 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叫什么 这叫焕然一新 对 焕 焕 焕然一新 你快去换吧 一会儿书记就该来了 好好 好 马上 马上 大叔 准备好了吗 他在 他在换衣服呢 田姐 你也来了 好好好 都来了 真奏你们啊 谢谢三哥 我感谢我的乡亲们 我感谢我的乡亲们 廖师姐 这火烧没梦了 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 我们就会前功尽弃的 老兄 你别着急 到底是什么情况 本来是想用这个 旧的污水冲锂池 能为我们省点钱 可是没想到 修这个池子的人 比我们还能省钱 在这个时候 如果环保上出了问题 过不了环平 我们开发区 就得立马停工啊 都不差个工程 是啊 修这个池子的相关责任人 还能找到吗 不知道 其实这个池子还好办 我们有人有设备 可以再挖一个 关键是 这池子里的污水处理设备 是中看不中用 一点作用都不强 必须马上更换 如果弄新的 价钱不便宜吧 是啊 张厂长 您就帮帮忙嘛 就当给我们正和扶贫了 你就再便宜点嘛 不能再便宜了 肯定不能让您没吧 老老 你说这价格 你就是少赚一点嘛 对对对 您这个价格 真比别的地方便宜 您对我们正和啊 实在是太够意思了 就是 还有个小小的问题 我们现财政啊 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钱来 能不能 给我们分期付款 喂 张厂长 又挂了 又挂了 得啊 看来啊 是没有人可以让我们控手淘白狼啊 要不从开发区的建设资金 其他的地方 挪点钱来先用 开发区的建设资金啊 我是恨不得一分钱摆成两半花呀 这哪儿还有一千多用啊 小谷啊 还有别的城吗 多问问几家 对 多问几家 分期付款是咱们唯一的出路啊 进来啊 老何 又送饭来了 你怎么来了 这开会呢 你们忙 你们忙 往哪儿放呢 我放这儿 我来帮你 这都过了饭点了 我呢给大家放饭 我怕凉了 所以就进来了 老何啊 你这 你这眼睛怎么了 你这啊 没事没事 老婆谢谢啊 这专门给我准备了 媳妇 这里面是鸡汤 你快走 快走 好 您忙 您忙 我走 谢谢 谢谢 喝好了 谁知道她怎么想明白了 给我道歉了 行啊 都快一点半了 赶紧吃饭 赶紧吃饭 来 叔叔姐 明远 来的早不是来的巧啊 中国好老公 刚送来好吃的 你快吃点 有人找您 谁啊 陈总 大家光临 有何贵感 廖书记 打扰打扰 我听说 你们遇到了些困难 老头子 西街南边 可新开了一家超市 现在正搞活动呢 什么米啊 面啊 油啊 副食品 全是六折 好啊 我们几个老太太可约好了啊 下午一块去 多买点囤着 囤着 囤着 咱们家就这俩半人 你囤着给谁吃啊你 不要紧哪 上面有保值期 保值期 打这么狠的折 我看肯定啊 那都是快过期的食品 不会的 要不下午你跟我去一趟 你眼神好 帮我看看日期 正好啊 帮我多灵回点了 我不去 老头子 你这是死脑筋 你说您也不想想 咱买这么多干吗呀 不是为了给儿子拿点去吗 他一个人在外边 不会照顾自己的生活 这个呀 可以考虑 不 我就想到了 一提起你儿子来 你马上就能答应 就这样了啊 咱们吃完中午饭 你们一一叫 咱就一块去 好 老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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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 老头子 你 你别吓我老头子 你别吓我 我跟人家打电话 别 别给他打 别 别给他打 别给他打 他忙 好好 我给林里打 给林里打 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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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暂时无法接受你 请稍后再拨 一二零 一二零 你再想想办法 再给银行拖两天 再给银行拖两天 我是刘会计啊 你来公司也这么多年了 公司情况你比我清楚啊 我账上哪有钱啊 您别走啊 您千万别走 您一定得等我啊 老五那情况我比你清楚啊 我的价格绝对比他便宜 谢谢 廖婶 来 您回去 廖婶 这怎么了 燕儿啊 您是不是在家云倒呢 抢救去 您别急 廖婶不会有什么事的 对了 我忘了带手机了 你想着给林里打一电话 告诉她一声啊 好 赶紧来 我只有打啊 好 同学们下课吧 喂 小燕 什么 我爸在医院呢 好的 好的 我马上过去啊 喂 媳妇 什么 廖叔住你们医院去了 什么病啊 我去干什么呀 你不是想见俊波吗 这是他爸病了 又不是他病了 你傻呀 他爸住院 他能不来探望吗 何况你不是有事求他吗 多难得的机会呀 行吧 我马上过去 廖叔记 污水处理设备的问题 哎呀 毛毛雨了 我内地很多这样的朋友 专门做这个的 一个电话 分分钟就可以搞定 那价格呢 哎呀 廖叔记 谈价钱 有点太熟悉了 澳门和内地 本来就是一家人嘛 一家人 当然是倾钱价了 按照正常的市场价格 高潮那部分 我来出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 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了 哎 陈总啊 您这可真是雪中送炭 廖叔记 你真是太客气了 毛毛雨的事了 陈总 这可不是毛毛雨啊 你给我们开发区帮了大忙啊 谈不上 廖叔记 不要这么客气嘛 那什么时候能落实啊 我们这儿可是真有点着急呢 这 廖叔记 可不可以借一步说话 可以啊 老丁 老邱 这样 你们先忙你们的 我陈总再走一走 好的 那我们过去了 这边 慢点 廖叔记 这郑和发展的速度可真快啊 嗯 我看要不了多久 就可以招商入住了啊 廖叔记 来郑和时间不长 就做出这么大的事情 在下真是佩服佩服 好 好 心想不死啊 陈总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我已经和集团研究了 等开发区建成 我们就可以在开发区 设立工厂了 你们的资金不是有困难吗 已经解决了 解决了 陈总 你们入住开发区 一定是有条件吧 陈总有什么要求啊 既然廖叔记 说话迟来迟去 我也不藏着椰子了 嗯 我呢 有三个条件 你说 第一 这片地 我要了 陈总 好眼光啊 那是咱们开发区啊 最好的一块地皮 我们的规划 是留给高新技术企业入住的 第二 地皮费 我一分钱不出 本来我们就对 投资特别大 用功量特别多 对正合帮助 特别大的企业 给予优惠 你的想法 我会提上去 应该问题不大 谢谢 谢谢 不客气 第三呢 水 电 税 我要求五年 五年前免 我们的政策 是三年免税 水电这方面没有政策 你的这些要求啊 我现在 还不能马上答复你 让我们再研究研究 好好 廖书记 既然这样 那得尽量回去研究 研究完过后 我们就把合同给签了 合同一签 我马上回澳门 安排建厂 陈总 你还得给我们一点时间啊 我们还要对你澳门的企业 进行评估啊 不好意思 我接下来电话 好 您先忙 喂 我正忙着呢 你还有什么需要问的 请见 我看看头死 什么情况 爸突然晕倒了 现在正在医院呢 那 那现在 现在怎么样了我爸 刚刚送进抢救室 正在抢救 好好好 我知道了 我马上回去 谢谢 陈总 不好意思 我要处理个事情 你的事情 就按我刚才说的办 你先忙 先忙 好好好 再见 廖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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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快回去吧 来 你这边有事 熊怡光那边树的情况 怎么了 左官道路面出现裂痕 你说这个时候 这样我过去看看 别别别 赶紧回去吧 这边有我呢 爸 我一会儿给家里打个电话 我晚点再赶回去 走走走 走过去看看 在什么地方 在这边 在这边是 林律 爸 俊波 还忙着呢 爸 我刚刚给他打电话 他 他还在忙着呢 告诉他 忙就别来了 我没事 是这边 这才一个多月 路面就成这样 李公啊 这还没有完工 你就想翻修吗 这个裂缝 应该是因为水泥本身的性质 再加上这个热胀冷缩 咱们这个水泥路面呢 难免会出现这种问题吧 对对对 这应该不算工程质量问题 胡扯 我是搞建设重生的 这是不是工程质量 我比你们都清楚 这不就是几条裂缝吗 你说什么 就几条裂缝 这几条裂缝和空谷 说明这条路问题大了去了 表面上看 是因为水泥的物理属性 导致的热胀冷缩 实际上呢 是这个地基有问题 时间一长承载一重 就会塌陷 一旦塌陷 就是重大事故 马上召集相关人 人等开个会 都到齐了吗 这里工程负责人是谁啊 廖书军 是我 还有啊 外面主干道的路 都是谁修的 好 放下吧 我就问你们一句 主干道的路面质量 有还是没有问题 我想啊 应该没有多大问题 没有多大的问题 现在没你事了 开发区没你的事了 你现在被停职了 现在就可以走人 廖 廖书军 同志们 这主干道的路面 可修了没几天 就出现这么大的裂缝 你们是搞工程的 你们都认为 这没有这样的问题吗 廖书记 水泥路有点裂缝 很正常啊 是吧 对啊 水泥路肯定都有问题 但是 但是那个裂缝也太大了点 不是要正合速度吗 要速度肯定会出问题的 这速度再快也要保存质量 好 我跟大家说啊 正合速度不是牺牲质量 你们都是要搞工程的 要时时刻刻把质量当做生命 我们需要的 是有智有量的速度 我不怕犯错误的人 我就怕犯了错误 还要找理由推脱 不想改正的人 你们为了正合的发展 在干活在工作 花的可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 我们就是这么干活的吗 怎么跟老百姓交代 想干的可以留下来 不想干的现在就可以走人 你们待会儿出去 再去看看这路面 确认有没有问题 有什么问题 要是你眼睛不好 专业知识不够 能力不足 认为自己修不好路的 现在就可以走人 要是认为有问题的 再回来跟我汇报 走 你还愣在这干什么 我 廖书记 我 走啊 兄主任 从明天起 你安排个人 专门负责监督 主干到路面的反攻 把不达标的地方 给我铲干净了 重新铺好铺试 以后绝对不能再出现 今天这种问题 别安排了 还是我来抓吧 你觉得我今天是不是太凶了 太严厉了 我感到自己真的是太激动 你这不是要干点实事吗 那就别想那么多 激动就激动吧 我是兄大主任 你一个本地人跑足路了 书记 咱们不回县委啊 你不回县委去哪儿啊 你又有事忙你的 我得回去 我没事 是你有事 因为是莲花会种植完了 以后的销售渠道都想好了 还是你们年轻人知道这花 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你们想在哪里搞 我们今天来啊 就是想问问您 到底在哪里搞必要合适 是啊 搞花会就得在平原地带 正合一百二十多个村 而低海拔村 也就是平原村 占了五分之二 这倒不是难题 还得土质肥沃 水质也不能差 光是能种出来还不够 花这东西啊 娇嫩 保鲜时间短 就得交通便利 还得离城境 交通是个问题 符合条件的 再正合可不多呀 那到底有还是没有啊 您就别卖管子了 明宇啊 不要着急 让洪主任好好想一想 有倒是有 还挺适合 就是有点小问题 什么问题啊 走 好 我先带你们去看看 行 好了 廖师姐 千大万大 家最大 你在为我们正合做贡献 我可不能让你把家都给贡献了 不管怎么说 我把你绑架来了 好好找个老父亲 其他的事我帮你去 那不老钱吗 是老钱 他父亲病重 癌症晚期 离不开人啊 行了 老兄 你回去吧 来 我跟你上去看看 我爸没事的啊 你回去一摊摊事呢 好好好 该回去吧啊 有事打电话 行 慢点开啊 老六 你怎么才来啊 在这边 爸现在怎么样了 行 你带着他做检查呢 你赶紧过去啊 这样 我一个同事他爸病了 我过去看一下 我马上过来啊 廖书记 自己照顾 没有兄弟姐妹 那你爱人呢 早走了 前几年去了美国 人就跟失踪了一样 等联系上的时候 收到的是离婚通知书 家里呢 就我一个儿子 我又没啥钱 请不起陪护 只好多请假了 自己来照顾 但是照现在病情的发展 也没几天照顾他了 老秦儿 对不起 你的这些情况 我是刚刚才知道 其实呢 也怪我太子大 总想着用最快的时间 把开发区建设好 可结果呢 我人经常不在 为了经常来照顾我老爸 放上了问题的发声 您说得对 您骂得好啊 您把我彻底地给骂醒了 这纸 撤得我心服口服 抱歉 你有这份心 有这份觉悟 只要你也准备好了 县委 所以只欢迎你回来 啊 谢谢廖书记 这个龙珠村 土地平坦 一马平川 村后有河 追资源不成问题 林县城只有五公里 又守着国道 搞花会再合适不过了 那就搞吧 实不合待 红主任 你带头搞 哪有那么好搞 我也想搞 你们年轻人 有想法有干劲是很好 但是也不能太着急了 红主任是有什么难处吗 这个村 即使是在咱们郑和来说 也是比较贫穷落后 收着这么好的资源 都白白浪费了 我早就想在这儿搞搞产业 带动经济发展 比如大棚种植 家禽养植 生态农业啥的 但一是村里没啥钱 也不敢投钱 这县里镇上 也不可能全额扶持 二呢 没钱也就罢了 这村里人啊 还都非常抵制新生事物 宁愿就这么过苦日子 或者出去打工 三呢 年轻人都出去了 想搞点事干点活 一点人都找不着 搞歪了几回 时间长了 也就没人提点茬了 那照你这么说 那这个村 一点优势都没有啊 要说有 就只有自然条件 其余的 无资产 无资源 无人才 墨守成归 人心涣散 全都是富分香 这么看来 确实是块硬骨头啊 是啊 是块看上去香 啃起来啊 能把牙割掉的硬骨头 来 琳琳啊 爸呢 爸呢 你还知道你有这个爸呀 哎呀你 行吧 我就说没事嘛 你看人家大夫都说了 说是是 爸 我来了 哎呀 刚才还念的儿子呢 儿子来了 你看看 没事 好 来 爸 来 好好好 爸 慢点儿 来 这刚才呀 又做了一个全面检查 都没事了 好好好 大夫建议在住院观察几天 就可以出院了 好好好 来 没事就好了 没事就好了 去看完人家爹了啊 不是 我 正好一个同事的 爸爸生病了 我去看了一下 廖俊波 我真的不明白 到底是别人的爹重要 还是你自己的爹重要 你都不知道 今天这个情况 有多么的紧急 要不是人家欣雲跟他媳妇 咱爹还不知道 什么情况呢 莉莉 少说几句吧啊 别动气 俊波呢 一定有他急着要办的事吗 不是 我也是刚来医院 才知道我那同事的爸呀 得了癌症 晚期了 嫂子 俊波大哥 咱们都冷静冷静 现在不都没事了吗 是不是 咱们心平气和的 家和万事兴嘛 是不是 叔叔 咱们住院再观察两天 观察两天 咱们都是回家了 哎 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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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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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就想出院了 没事了 观察 观察 你再观察一阵子啊 别着急 好 秦月啊 这好长时间没见了 这一见面啊 就是这种事情 真是不好意思啊 咱俩都这么多年了 你还跟我说这个 我听嫂子说 你掉到正和了 一把手 什么一把手啊 就是给老百姓做好服务员嘛 可以啊 哥哥 你这容生了 也不通知兄弟们 小时候咱们可说过 苟富贵 勿相忘 你现在是富贵了 不会把弟弟给忘了吧 什么富贵啊 这话可不能这么说 再说了 咱俩是发小 我怎么可能忘了 就是现在这忙来忙去的 好的事都忙忘了 那你这话 可不能不落到实处啊 什么意思 其实我也没什么事 也就你一句话的事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 我不是开了一建筑公司吗 我听说 郑和现在正在大搞建设 你看看 能不能让弟弟也分一杯羹啊 星宇啊 这事恐怕 行行行行 廖大书记 我就知道你那脾气 我这最近不是情况特殊吗 这 这样是平时我那儿都忙不过来 最近 我那孕阳出了点问题 其实也就是你说一句话 她也得少个工夫 我这一生的事业 就被你救活了 行不行啊廖大书记 我这好不容易张嘴求你一回 你倒是说句话呀 星宇啊 我这手中的权力 可不是给朋友行方面有的 你可不能害我呀 你看 你看 咱们都这么多年了 你说我求你办个事吗 我又没让你贪赃枉法 是不是 这样 我求你 你要是想来郑和发展 想为郑和的建设做点贡献 我随时怀的 但是所有的事情 都必须按正规手续来吧 有不明白的 我可以帮你了解 向你解释 你看这样好不好 别的就都要再说了 再说了就上甘心了 好不好 行吧 不说了 那我走了 好 星宇 谢谢啊 明哥 我去把新路都叫过来 不用 让他再逍遥几天 不追战了 追啊 将来让他加倍成功 梁书记 现在情况不同了 咱们县委的廖书记啊 牵挂着咱们农民兄弟呢 是把脱贫 当作头等大事来装 旅游经济 农业经济 这可是咱们正和发展上重点啊 老洪啊 我说什么了你 小强精神 猜我们这儿失败多少回了 你还不死心 失败乃成功之母嘛 都失败这么多回了 这回啊 借着全县经济大发展的东风 和提出的花卉种植的好想法 咱们也该成功一把了 还东风 你看 就我们这些破房子 我还害怕风大一点 把房子给吹倒了 梁初家 你想哪儿去了 你说这村子里的书记这么明万不灵 难怪这个村子经济发展不起来 那都是有原因的 不能归结成人家一个人的问题 有什么原因 他当领导的 就应该有当领导的责任 你呀 就是思想太简单 廖书记来了 廖书记来了 廖书记 廖书记来了 是啊 走 来 走 洪主任 廖书记 廖书记 这位是咱们县委的廖书记 廖书记 这位是龙珠村村支部的廖书记 廖书记 你好啊 县委书记还真来了 那可不 可不真来了吗 廖书记 我听小曹啊 小谷啊 还有洪主任都跟我说了 你这里是个好地方 特别适合开展 花卉种植项目 我想把你这里啊 打造成我们郑和 农村改造的示范点 今天啊 我把董县长 熊主任都请来了 我们一起探讨探讨 怎么样 这 既然书记真的重视 那我们也可以借记县里的东方 这事可以谈的 可以谈的 好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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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都多久以前的事了 你知道你 哦 呵呵 哦 哦 敬播啊 爸 是我 你还没睡呢 爸 没呢 最近身体怎么样 挺好的 一出医院就感觉轻松多了 走个路上个楼什么的 都不费劲 我这个身子骨啊 就是你 爸 你这也到年龄了 这个平时动作缓一点 上楼啊 下楼啊 这个站起来蹲下去啊 你这不比年轻那会儿了 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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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长好 您好 县长好 您好 县长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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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出什么事了 换上 干吗 换上 跟我去趟南平 除了技术和资金到位之后 他们对劳动力这块 是怎么考虑的 是不是可以雇佣 培养咱们龙珠村的人 这个也要问问 其他的 其他的没了 好 我都记下了 一会儿和他好好探讨一下 争取努力 让他尽早入住 好 那我就走了 好 南平 赵夏 今儿不是结婚纪念日 你怎么那么啰嗦 让你换就赶紧换 政治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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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云 这么久没见 你还是那么漂亮 哪里啊 都老了 是成熟了 比原来更多了一份韵味 我忘记介绍了 这是我先生何佳安 他是日报社的编辑 在当地也是一个文化名人 这是我高中和大学的同学 是南平花卫最大企业的老板 周老板 周老板 幸福 你好 何先生 叫我老周就行 老周 那我们就不绕圈子了 我今天约你 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想跟你说 希望你能够回到家乡 做一份贡献 再见啊 老周 再见啊 老周 好 再见 快见 慢走 你这前男友够帅的呀 是啊 是挺帅的 周老板挺有钱啊 车不错啊 什么豪车呀 都是四个孤隆 你不也有吗 秋远 你告诉我 你把我叫来是不放心他呀 还是不放心我呀 我都不放心呀 不要搞得了 秋远 这干什么呢 这 这 这 怎么了 你是我老婆 行 老婆 同志您好 我想投个标 这期招标停止了 没标招了 回去吧 没了 那我想问一下 问什么问呢 那资料网上挂着了 自己回去看就吧 我记得不过 我记得了 我记得了 订阅 我记得了 这边